此前,新西兰万生部总干事称,来自新西兰和海外的证据表明儿童不是新冠病毒的易感染人群,他们的感染率极低,如果感染了,他们也不会变得不适,不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儿童和成年人。 真的是这样吗? 这些儿童全身起红疹,心脏发炎,动脉肿胀等。 多地医院ICU儿童患者激增后,医生警告这种来世汹汹的儿童恶极,可能和新冠病毒有关。 这些重病的孩子中,很多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还有一部分孩子的血清检测,呈现出曾感染新冠的证据。 至少12个孩子被送入了ICU重症病房抢救,一个病死的孩子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被迫用上了人工费,ECMO。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儿童死亡。 警报显示,这些突然重病的儿童具有中性性休克综合症和非典型穿奇病的重叠症状,且患者血液参数与儿童新冠重症患者一致。 中毒性休克综合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细菌性感染疾病。 通常细菌通过皮肤进入血液引起,死亡率高达5%到15%。 症状包括发烧,类似流感症状,恶心,腹泻,皮疹,嘴裙,舌头,眼白,发红,头晕或者晕厥,呼吸困难。 英国的多名医生透露,近期英国医院的重症病房中突然开始涌入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病患。 这些病重的孩子很多都出现了心脏炎症,他们持续发烧和腹痛,有些患有皮疹,这种趋势引发了医生们的警觉。 随后的血液检测结果加剧了医生的担忧。 这些孩子的血液指标显示出身体存在严重的炎症和成年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类似。 医生们怀疑这种疾病可能是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导致免疫系统的过度运转。 英国卫生部负责人表示,将立即启动关于儿童新冠病毒相关炎症综合症的调查,并称之为紧急事项。 疫情爆发以来,新冠病毒一次又一次地以出席不意的方式对人类发动攻击。 现在全球医学专家公认的一点是,目前为止我们对新冠病毒还有太多太多未知。 年幼的孩子在新冠病毒面前是安全的吗? 在科学研究结果出现之前,请不要用孩子的生命健康来冒险实验。 所以,疫情没有结束之前,送孩子去幼儿园或者全面复课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 看来家长们要做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家里上网课的准备了。